人不可能在这世界上得到永远的前卫 永远的美色 也得不到永远的金钱财物 都得不到的 这个叫做无所得 无所得 你永远得不到的 人他会死掉 东西会坏掉 任何一个东西 都有他生存的一个时段 其他根本就没有 好了 我讲了这个最大的口语出来了 那这样月球跟地球有什么差别 问大家 月球跟地球 如果在佛法的眼中 地球跟月球是没有差别的 这个就是最大的口语 所以禅宗的六祖讲来计划 不失善 不失恶 就在那个时候 你要开悟 你要懂得 师尊现在所讲的话 这是最大的口语 因为你一点都得不到 什么都不是永远的 你一点都得不到 所以呢 你就能够丢掉烦恼 禅宗有一个祖师 他讲了一句话 物无所得 顿断烦恼 物无所得 顿断烦恼 为什么我们 行者 修行的人 要修行 这个就是最大的口语 你修行 要减掉你的三千烦恼事 减掉你三千烦恼事 整个减掉 为什么你三千烦恼事 能够减掉 你如果身出家 身体已经出家了 心还没有出家 你不能够顿断烦恼 众生都有烦恼 但是你主要修行的境界到了 你烦恼弃除 没有妄念 烦恼弃除 你早就超越了 众生一切的知识跟智慧